杨子晚报网9月28日讯记者,时今9月30日,24时下周一零点,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与国庆厂甲同步开启。 据隆重资讯测算,预计届时国内成品油对应上调幅度为190元每吨左右。 中创资讯证品油分析师孟鹏告诉杨子晚报记者,按目前掌幅测算,92号汽油预计上调0.15元每升。 若按家用车50L油箱计算,加买一箱,油料都花7.5元,0号财油预计上调0.16元每升。 半轮调价这期内变化算呈现伤心趋势,主要利好因素有四。 一,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有增无减,供应中短缝线油存。 二,沙特表态不排斥布伦策沾上80美元关口。 三,美国原油库存连续5周下降。 四,OPEC会议并未就增产细节做出新的决定。 2018年国内成品油调价目前共进行了19次,上调11次,下调7次,搁浅一次。 四,汽油总计上调了1025元每多,柴油总计上调了995元每多。 据龙重资讯测算,截至9月26日,原油综合变化,率为3.02%,预计对应上调幅度为155元每多。 二,目前已至调价周期的第七个工作日,上调已是板上钉钉。 本次调价过后,2018年的调价格局,将变为12涨期跌一割起眼。 月份,汽油调整幅度,柴油调整幅度。 2017年1月12日,70701月25日,70-702月14日,50502月28日,割起眼。 割起眼,3月14日,85-853月28日,230-204月12日,280-1904月26日,割起眼。 割起眼,5月11日,250-2355月25日,140-1356月9日,180-1756月23日,250-2407月7日。 割起眼,割起眼,7月21日,75-758月4日,175-1658月18日,割起眼,割起眼。 9月1日,割起眼,割起眼,9月15日,95-959月29日,210-19510月19日,割起眼,割起眼。 11月2日,1501-501-1111月16日,2652-501-1111月30日,割起眼,割起眼。 12月14日,割起眼,割起眼。 12月28日,7070-2018年,1月12日,上调。 180上调1751-121日,26日,上调1751-121月26日,上调65-602月9日,下调170-1602-28日,下调190-1853-13月14日,割起眼,割起眼。 3月28日,上调170-1654-12日,上调55-504月26日,上调255-2454-30日,因增值税税率下调。 下调75-655-15月11日,上调170-1655-25日,上调260-250-6月8日,下调130-1256-25日,下调55-557-9日,上调270-260-7月23日,下调125-128-6. 6日,上调70-708-20日,下调50-509-3日,上调180-1709-17日,上调180-1709-30日,预计上调190-190-P8方面来看,近期期财油价格高位整理,充高动力减缓。 山东的列来看,由于前期价格已经催至高位,下游对于偏高的价位已有抵触情绪浮现,加之国庆厂价钱,链场有降护需求,导致价格高位虚稳,难有大幅上破的表现。 零售方面来看,目前山东地区中市化加油站的92号和95号汽油价格分别在7.64和8.20元每升,半轮零售价即将三连涨,折合升价涨幅约为0.14到0.16元。 四家车主门在国庆厂价道来前,加码邮箱再出行吧,加油站零售方面优惠促向策略没有太大变化。 当前中市化等主营占优惠幅度多在0.5到0.7元每升,而宁宁加油站的优惠幅度多在0.5到1.2元每升。 部分主营加油站的特定日期,如每周二,可优惠至1.51.8元每升,而部分主营加油站的特定日期持卡,可优惠至0.8到1元每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